我們先看一下,因為我們今天有兩個服務 OPPA雲丹教室是比較強調在即時的互動 所以包括您現在看到,比如說有線上點名 互動的提問,甚至搶答、評分,還有同學的分組等等 這些課間工具 通通都可以在我們OPPA雲丹教室找到 其實老師,您在疫情這段期間有沒有發現 這兩三年,線上工具你學會了好多 比如說什麼卡戶,Walllist,Wallword之類的 但是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很多的服務都是單一服務 比如說你要用卡戶,是不是要帶同學到卡戶去註冊帳號 要用Wallword,你就要到Wallword裡面註冊帳號 那欧函的教室這邊,他比較大的優點 就是他讓你在一個服務之下 我就可以用這麼多功能 所以他比較強調就是像班級機名 等於說包括了你的課堂的表現 課堂的初期紀錄 還有你這個回答的這些歷程分組的紀錄 通通都會留在這個班級裡面 以前我們是把這些資料資訊寫在黑板 或您自己手動記下來 可是現在這些資料就已經都在明端 所以跟以前最大不同是這樣子 當然不代表您不能再繼續用卡戶 或其他的 只是說在這邊,他至少一個這樣的工具裡面 就讓你省下很多的時間 那麼歐函的教室在台北市 新北市 新竹 台中 然後花蓮,高雄 都有很多學校採用 那尤其新北跟高雄 新北跟台北市 他們是等於是教育局 就整合了一個 讓老師使用的一個基本工具 只是他的名稱不叫做歐函燈教室 他們叫做基點序 累積點數的那個基點 所以 但是界面是一樣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我們歐函燈教室的定位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OneNote OneNote呢 跟歐函燈教室比較不一樣 他比較強調的是什麼 教材 教材的部分 其實老實說我現在所有的課程 不管是在哪一個階段 因為不好意思喔 我上課的年齡層範圍比較廣 從國小 然後 高中職 然後大專院校 這是社會人士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 群組就是班級 360多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樣有沒有 我有科大的 有推廣教育的 有高職協同教學 然後我們的 吼函燈教室 所以 我會比較多這方面的 好像兒童班的 我有 東海推廣那邊 我就寒暑假有兒童班 那我就會像這樣子 去 帶他們過來這邊用 因為每個學校都有各自的 數位學習平台 如果有大專院校 可是 很麻煩 我帶他們到這邊 我可以 教材比較好整合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在OneNote裡面 他的好處就是 比如說 老師一定會有YouTube影片的資料吧 有沒有 老師平常你 在 準備這個YouTube影片 收集 教材的時候 你說怎麼準備 對不對 要有網址 要有標題 甚至你要抓那個畫面 對不對 在OneNote裡面要不要 不用 只要一個網址就搞定了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 而且重點是 OneNote可以跟歐函跟教室 做一部分的整合 那這樣你就會比較好用 好所以 我們今天的重點 不在於 OneNote的這種班級經營 而在於說把它當作是一個 老師的一個 課程教材的資料簿 那你就把它引用 之後我就可以到歐函跟教室來 使用它 這樣老師了解了嗎 好 所以 這個是跟老師說明一下 那 剛剛有請老師先加入 我們在 歐函跟教室這邊 加入 它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就是如果老師只有一次性的 課程需求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的原型 是一次性的 你可以選擇讓老師用QR Code 代碼 那這個時候就跟我剛 操作一樣 你只要打入姓名就可以進來 可是 這種方式的缺點是什麼 你下次用相同名稱進來 他是視為不同的使用者 即使名字一樣 他不會繼續接下去 所以這是適合一次性的 那如果老師是在 這種 整個學習課程 的一個需求上 我要多次使用 我們就會建議 請他註冊帳號 再進來 這樣子他可以隨時回去看 我曾經加入過哪些教室 我要看那些紀錄 就都可以留起來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如果剛剛老師 您還有沒有加入的 這裡還有QR Code 你可以先用手機 先掃量 沒關係 我們就先用反客的方式 先加進來 好你 點開之後 掃瞄完了 打開你就用反客登錄就好 你就打上您的名字 就可以進到我們教室裡面 好你看我們現在裡面有26位 那有幾位 你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重複的 有沒有 在這邊 這個就是因為你離開了 然後又進來 或者是 第一次可能是用手機掃瞄 然後第二次是用登錄的方式 所以雖然名字一樣 是會變成兩個人 這樣了解 那第二個呢 如果老師進來 明明在教室 為什麼說不在教室 因為這個老師用的是iPhone iPhone會屏蔽 所以沒有關係 有沒有在教室 這個不影響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 是囉 好 所以 我們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 就要來體驗看看 那我用另外一段影片 一段影片來 我可以開啟動 那我實在是